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AI的應用 我是希望說比如說像這個公式你不會 那其實你也可以問一下ChargeVT 請它幫你產生一個像這樣的公式 比如說有些公式你不會對不對 那其實你是可以描述一下 跟那個比如說ChargeVT 或者是Google有個Gamany 其實你也可以跟它講說 我在C2儲存格裡面有一個發生日期 如果我要取得它前三個字的話 請問一下我應該用哪一個公式 有沒有 那你其實送出來 我跟你講它理論上應該也會給你一個這個公式 因為這還蠻簡單的 另外的話像這邊也是一樣 像那個什麼啦 像區野這個公式你怎麼產生 如果你實在不會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描述一下 剛剛ChargeVT知道說 我在那個12儲存格裡面有一個地址 你是不是可以把地址的樣貌 這個直接把它貼貼到它那邊 地址 如什麼樣有沒有 然後呢就這一串把它貼上之後 那我要取得它的中山區這三個字 那請問一下我應該要下什麼公式 你把它送出我跟你講 其實我試過準確度非常的高 簡單的公式 其實理論上ChargeVT應該都OK 甚至Google的Gemini也是OK 我試過好像 但是有一些比較複雜的 我覺得它可能不見得如你所願 像這個地方路接到這個啦 OK 這個就很難描述了有沒有 那其實我們要的就是怎麼樣 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 取得的就是不是區喔 而是新生北路這幾個字 幫我把新生北路這幾個字抓過來 底下是東化南路這幾個字抓過來 然後還有什麼辛亥路 東化南路水源路 這邊訊息其實都OK 但問題喔 它有一個地方比較難捉摸的就是說 像之前都是固定位置 比如說中山區大安區都第四個字開始 那可是問題喔 這個路的話它不是 你看這個是第幾個字 第七個字 這個應該是第七 前面幾個都OK 都第七個字 但是到這裡的話呢 就不是第七了 因為它多一個弗林里 變第十個字開始 那取得字數也不一樣喔 字數的話呢 有的是四個字 有的是三個字 有沒有 有的是什麼 辛亥路 辛亥路三個字 那新生北路就四個字 所以喔 這邊的話呢 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存在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假設你希望取得這個資料 正確的把它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真的就麻煩了 所以喔 其實我們可以分幾個階段 來把它完成啦 首先的話 第一個啦 因為我如果假設喔 有點像MID函數好了 那MID函數呢 其實主要需要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參數給它 第一個就是什麼 它是第幾個字開始 然後要取幾個字 如果你有這兩個訊息 再填入到那個入階道的密的公式裡面 其實就完成了 那如果假設沒有啦 喔 那你怎麼辦 這是麻煩的 你可能就要突發煉鋼了 我真的看過每天很多人都每天點兩下 Ctrl-C Ctrl-V Ctrl-C Ctrl-V 那如果你假設是這樣點兩下 Ctrl-C Ctrl-V 這個Ctrl-C 這個Ctrl-C 總共有2215筆資料 那你要做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把這件事給做完 而且如果假設資料要更新了 你更新啦 因為要重來一次了 那簡直是很累的一些 非常累的效率 所以怎麼辦 所以第一個啦 我們根據剛剛這個MID的公式 因為可想而知 第一個會用到的一定是MID函數 那只是說我需要兩個參數 一個是哪個字開始 還有幾個字 那我們可以從哪個地方取得哪個字開始 其實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好像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這規則可能你要把它找出來 那我把它分析一下 我要取得的這個什麼什麼路有沒有 它的前面這個字好像有一個共通規則 它有可能是區有沒有 前面這個都是區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 這個中山北路的前面這個字就不是區的 它是里有沒有看到 那再往下看 有沒有 還有沒有可能 還有沒有別的 這邊有沒有 永急路前面它就不是里 而是零 所以我分析了一下 它可能的 就是什麼路的前面那個字 OK 可能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就是區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零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零 而且它的規則一定是 它一定是區在里在零 所以假設你要找的話 理論上應該要先找零 如果沒有零的話再去找零 有沒有 像這個它就沒有零有零 如果沒有零的話再去找區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階段的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先利用這邊來練習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第十七列 因為第十七列裡面有零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我在i這個地方好了 我要找一下 這個什麼呢 就是路接到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就是零里區的位置 那如果零里區的位置的話 我用第十七列來練習 我可以插入函數 所以我優標先放在i17上面 然後插入一個函數 那記得我們前面用過一個函數叫fine fine就是尋找 尋找什麼呢 幫我尋找一下零這個字的位置 所以你打一個零 零這個位置 OK 那去哪邊找呢 去這個儲存格 就是這個什麼 1、17的位置 你會發現它得到的結果是第十二個 十二的意思是說 這樣算過來 零剛好在第十二個字的位置 所以按確定 找到了沒有 當然你可以向上填滿 全部都Values for 為什麼呢 因為都沒有零 那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希望向上填滿呢 它也可以讓我找不到零之後 自己再找下一個 找零的話呢 那怎麼辦 這個可能有點麻煩 那我可能會需要再把這個原來打上去的公式剪下來 剪下來 這個比較難 然後呢 跟它講說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再去幫我找零 那這個動作描述當然很簡單 可是怎麼做 接下來剪下來之後 不怕按等號 你可能要知道一個函數 叫做ifl ifl的話在邏輯裡面 邏輯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ifl 這個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再來把公式貼上 貼上的時候呢 因為ifl l是錯誤啦 那其實這個都是錯誤啦 如果有發生錯誤的話呢 就幫我找別的 找什麼 所以貼兩字 請你把下面這個改成理就可以了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零的話 那你就繼續把它改成找理這個字 繼續找找看 按確定 那你把它往上填滿 你會發現上面有兩個是變正確了 那為什麼正確 因為這個有理 那這個的話應該 這個有理 所以也就是有理的地方 就會正確 沒有理的就不會正確 那你說老師 還是有很多錯誤怎麼辦 第三個步驟 如果沒有零 也沒有理的話 繼續幫我再去找什麼 找區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一樣 把這個公式 再做一次 減下 有沒有 然後一樣 再做一次ifl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之後 之後的話 記得喔 貼ifl的地方 就是再讓它再去找 所以再去找的話 就是剛剛貼的這個fine 把它複製一下 記得喔 貼的時候呢 貼上它 再把這個 這個0 改成區 它就知道說 如果呢 我找不到0 也找不到0 那我就再去幫你找 區這個字吧 OK 按確定 那理論上喔 這樣就可以找到 它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有沒有 全部正確了 向下填滿 應該也有 欸 這邊還有一個錯 這為什麼錯 可能它地址本身有錯吧 因為它這個規則 它沒有0 也沒有理 所以這個地址有問題 所以如果像這個的話 你可能就是 幫它自己改一下吧 幫它加個區 這個螺絲服務應該哪一區啊 螺絲服務應該是 我既然是大安區吧 幫它改一下 大安區 不過啦 如果你假設 這個不是很 很那個 你就 反正就先不用管它好了 因為這個是它 資料物質的問題 那底下應該理論上說 對的 這個兩個就錯了 一樣 沒有區的 當然 如果你暫時先不管 我們重點並不是 幫它修改 那個應該是 承辦人員 應該要給正確的資料 才對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規則 先找出來 OK 所以最後的公式的話 就這麼一長串 先怎麼 先fine這個0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剪下 再fine0 然後再去fine區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知道 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OK 這有點 好 我們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 因為還沒結 這一題應該是最難的 好 好 任何